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我是贵贵贵老,迪哥 今天讲一下就是关于养黄源的龟友 他说他那里取材比较不方便 像没地方找蚯蚓 还有那个小龙虾这些东西 因为有的龟友家里附近有糖啊 或者跟我们一样 在附近啊,山啊,公园啊,这些地方 可以捞到一点小虾啊什么东西的 有的龟友说我家住的附近啥也没有 那个鱼具店什么都没有,蚯蚓也买不到 我就跟他在网上买的蜈蚣肝 长期喂蜈蚣行不行 其实这个蜈蚣怎么说呢 可以吃就可以吃 因为像我们的糖里面呢 它会有水,有水呢它就会潮湿 像什么蜈蚣啊,这样一类的虫啊 它都是比较喜欢潮湿的位置 环境里面偶尔也会看到这些虫 但是乌龟肯定会吃 黄园肯定会吃只要看到了 然后那个包括食料我们也看到过 因为黄园它对这些蠕动的东西啊 非常感兴趣,特别是蚯蚓 出现在面前一动一动的这种 条状的这种东西,它是非常非常喜爱的 它一看到就会扑过去啊 那包括食啊,食的食我们也看到它吃过 它摇过,蜈蚣肯定是环境里面也会吃 但是我们没喂 我们蛋白质这一块的话 我们主要是喂蚯蚓 蚯蚓,早上喂的蚯蚓 昨天喂的虾,小龙虾 还有那个鱼啊,鱼肉啊,新鲜的鱼肉啊 我们也会喂 然后那个瓜果类啊,就是树的 我们吃的一些水果啊,什么东西啊 番茄啊,南瓜啊,这些东西啊 我们也会交替的喂 就是也不会说是单一的一种 你专门去喂啊 你就像我们人一样,再好的东西 那个人生好不好 我一天吃一根行不行 不行呢,那不过头啊 不过头,那你身体也受不了啊,是吧 它这些东西都是均衡着来的 嗯,吃蜈蚣的话 其实在中药材里面 它也是一剂很好的中药 人都可以吃,乌龟当然可以吃 但是,你不要多多把它做为主食 它有可能会,身体的营养获取会失衡 是不是啊 至于在糖里面 它肯定看到了 有时候看到,包括吃蚂蚱 我们也看得过 呆到了蚂蚱 蛆蛆 我们叫蛆蛆 有时候糖里面看到 它呆到它也会吃 像有时候我们喂的小龙虾 那个尾巴一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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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哎,黄元没吃到 跳到糖里去了 跳到糖里去了 它真的长大了 黄元他饿了 他逮到还是一样的 都会吃这些东西 但是就是说 大家饲养的过程中 就是尽量均衡一点 你说那个蚯蚓呢 这些小虾 你所住的位置附近不好获取 也简单吧 自己吃的自己吃的鱼肉 也可以切一小切一小块 切一点点给它吃嘛 是吧 然后呢 蚯蚓确实不方便 蚯蚓如果你买的话 你要买得多 它要吃不完 你放在家里蚯蚓很难养 它又挂掉了 它又很臭 确实也不方便 那你可以搞一些那种 富含 富含蛋白质的 像高蛋白的桂粮啊 这样的一些东西啊 做一些替补嘛 是吧 就尽量保持养氧均衡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欢迎点赞关注 有问题的朋友 请私信或者留言